各位全国投资朋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再度收看操盘高手 我是高宪荣 您现在收看的节目 是我们在2月5号 礼拜一的收盘后 跟大家所做的专业台股报告 希望对您的操作能够有所帮助 也期待能够跟您一起来征服股海 共创双赢 好那我们先看到今天的台北股市 大跌了179点 盘中还曾经大跌270点下来 那当然对于今天的跌市 很多人都会说 这是因为美股上个礼拜五暴跌 那美国股市为什么会暴跌呢 好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报纸的分析 再告诉大家 这美股盘后跟大家说 就业报告叫预期强劲 推升利率 盗琼是怎么样 暴跌的一个走势出来 其实我每次看到这样的分析 我就觉得很想笑 为什么说很想笑呢 因为如果上个礼拜五 美国股市会是上涨的话 你会发现只要改一个字就好 告诉大家什么 就业报告叫预期强劲 推升利率之后 美股盗琼暴涨 你没有发现 不管是涨 不管是跌 其实这个标题都同样适用 对不对 其实这样的分析 就是我常常说的 标准的事后诸葛 跌下来了 就来找一个理由 硬塞说 这是因为这样来做下跌 所以股市这样暴跌了 那重点是 这样的分析 对大家有帮助吗 一点都没有 对不对 因为当你看到这样的分析的时候 股市都已经跌下来了 都没有用了 那重点是在上个礼拜 指数还在高档的时候 有没有就先做过这地方 预先的规划 规划这个行情要下跌 这才是最重要的重点 所以我说做股票 解盘容易 操盘难 要能够事先帮助大家 规划这个未来的行情 避开每次大盘的下跌风险 这样才叫做操盘高手 才叫做专业的操盘团队 对不对 那重点来了 那县荣老师到底有没有 事先帮大家避开风险呢 来回顾一下 当1月23号指数那天 攻到11270高点的时候 各位投资朋友 还记得我跟大家讲什么 那时候消息面利多不断 美股有暴跌吗 没有 那时候美股强势涨个不停 台积电呢 十大外资全面较好 然后原油价格也占上了 每桶60美金 我们的外销订单还创下 连17红的一个记录 然后失业率还创下近17年的新低 中经验也调高今年的GDP预测 上看3% 然后大家都在说 现在选举行情 就是要让执政党就是要做多了 会让在选举之前 上看到12682 所以这个11000不用怕 继续买就对了 那当时大家都告诉你 继续买的时候 现龙老师提醒大家的是什么 我们跟他讲 这时候恐慌会见底 乐观会做头 行情高档力多不断 该怎么操作 莫忘反市场操作 什么意思呢 来各位投资看一看 这是那一天1月23号 我写给我会员朋友的分析日记 那天指数盘中在创 11270高点 对不对 好那我说标题叫做什么 小心超级泡沫正在成型 为什么呢 那时候我说 原月份台北股市 应该讲全球股市都在大涨 全球投资人好像都换了一种 叫做新年的错失恐惧症 feel of missing out 都在害怕错失多头赚钱机会 而纷纷涌入 想要抓住多头的尾巴 结果造丘的全球股市出现 这一波的超级泡沫 那泡沫看起来还在持续膨胀 但是要小心 一旦破灭价格会开始反转之后 将是怎样 急剧下跌 对不对 那时候我就提醒了 大盘接下来一旦反转 就是急剧下跌 那就技术分析来看 是不是要反转了呢 那时候也提醒大家 这地方指数看起来还在创新高 那天见到11270高点 外资已经开始连续四天 指数部位都是反手卖超 那台积电在拉高指数上涨的时候 我也提醒连续两天都出现 上市归公司下跌加速 明显大于上涨加速的现象 这代表什么 已经有大户 趁着台积电拉高指数的同时 逢高在出货 手中持股的现象出现 所以我说恐慌见底 乐观会做头 这时候是到达行情的高档 头部区道了 看似强势 莫忘反市场操作当中的 人取我气 别人再追股票了 我们赶快卖股票 这才会是长线最后的赢家 对不对 所以我们在11270高点的时候 提醒大家 大盘要急剧下跌了 赶快人取我气 甚至上个礼拜五 上个礼拜四 上个礼拜四指数在哪里 再拉回来 碰到这条叫做月线之后 反弹个两天 很多人都说月线守住了 11000防线守住了 不用怕 对不对 上个礼拜四 是不是很多人这样讲 那天2月1号 指数谈到11160 那我又跟会员朋友讲什么 这是2月1号 写给会员朋友分析日记 那天指数涨了56点 我说要小心 小心什么 外资指数部位 已经转为净空单了 我说整个大盘 虽然连续反弹两天 看起来好像守住了月线跟11000 可是观察这两天 成家量都不增反减 都是价涨量缩的格局 价量结构对多方不利 而且连续三天 5日均量低于10日均量 量的趋势持续在偏弱 再加上外资 股票小买13例 其指选择权同步卖超 选择权更是大卖2.7万口 指数部位 其货的多单扣掉选择权的空单 就已经转为净空单了 我说这里已经开始 这样偏空操作 所以我上个礼拜四就叮咛会员朋友 研判指数现在在高档震荡过后 即将再次回档 反手杀多 上个礼拜四就预告了 大盘即将再度回档 反手杀多 所以操作策略上个礼拜也都建议大家 趁着指数反弹 针对大户出货转弱讯号的电子股 反弹找卖点找空点 空军起飞 对不对 所以各位投资朋友 当美国股市上个礼拜五暴跌666点 大家都在想 今天股市将重挫下去了 到底该怎么办的时候 其实我们的会员 根本在上个礼拜 在之前高档的时候 就已经预先做好准备 空军早就一档一档起飞 现在跌下来不就等着这地方大获全胜就好吗 这就是我常常说的 做股票 你真的不是需要那种事后诸葛的投顾老师 或是那种报纸分析 你需要的是什么 能够精准掌握指数关键转折 该做多时权力做多 行情不对 也知道空军要起飞的专业操盘团队 这样才能够帮助你真正成为市场上的赢家 那我要强调一点 我不是那种死空头 我真的不喜欢放空 我不是那种喊空喊了两年 天天说放空才是对的 快要崩盘 喊了两年之后 终于上个礼拜五 美股暴跌台股今天跳空大跌 来跟你讲我大获全胜的那种死空头 过去两年来 各位投资朋友 你可以看到现龙老师是 一路建议大家全力做多 7000多点 大盘跌到十年线之下的时候 我告诉会员朋友 指数到了低档底部去 该是拼大的时候 对不对 7000多点 那时候美国股市动不动就跌个两三百点的时候 我跟所有会员朋友讲 上在观望的会员朋友 多头火速归队 趁着指数还在十年线附近 7800多点 拼大的 对不对 这当中经历过了 包括像英国公投脱欧 大家吓得要死 黑天而来了 那时候英国公投脱欧 雅谷全面击杀 台北股市一度也跌302点 那时候跌到8400多点 对不对 我也跟大家讲 波段上涨之前必有利空击跌 这地方继续的做多 对不对 签点大行情又要来了 包括经历了川普当选美国总统 对不对 全球下到趴的时候 我也跟大家讲 会有机会跟6月24号英国脱欧一样 发动另外一次签点行情 过去两年来 现龙老师是这样坚持 带着会员朋友一路做多 跟着我过去两年做多的 真的赚了很多 可是你可以证明到 现龙老师不是死空投 但我也绝对不是死多投 永远只会叫大家买股票 真正股票市场的一个高手 会赚到钱的 其实就是应该要这样子 行情多投钱的时候 该做多权力做多 可是当行情不对 要懂得空军起飞 不然大盘总有会涨完多头之后 准备要拉回来 中期回档一波空投修正的时刻 对不对 那如果你不能够该做空的时候 空军起飞 你是不是 多头赚的钱 到最后又吐光光 倒赔回去 这样一样 没有办法成为赢家 所以我说 你真正真的真的 你要成为真正的股市的赢家的话 该做多时就要全力做多 该放空空军 也要懂得起飞 做不到的没有关系 现龙老师绝对会是你最好的选择 那甚至说你想学 现龙老师为什么每次都可以这样 精准的掌握到指数的转折 你去想一想 光是上个礼拜 应该讲11270的时候 能够看得出来超级泡沫 正在成行 能够在上个礼拜看得出来 大盘指数的部分 这地方即将再次的回挡 反手杀多 这上个礼拜2月1号的时候 跟大家讲的 能够去转过到 今天大盘这样跌个200点下来 价值多少 你自己去想一想 对不对 那甚至你说你想学 现龙老师怎么能够去掌握到 这样精准转折的 也提醒 尤其我们的会员朋友 如果你是一年期以上的会员 这地方在我们极品操盘团队的网站上面 都有一个会员专区 里头除了现龙老师 每天所写的分析日记 有两页 第一页大盘的观点 怎么去规划未来的行情 帮你做好预测 第二页 潜力股的追踪跟推荐 我们看好什么股票 看坏什么股票 都会在里面详尽的分析 每一档股票还没卖掉 还没回补之前 都会在里面做详尽的追踪 除了每天的分析日记之外 还有包括了 你说你想学现龙老师的技术分析 里头有技术分析电子书 云端书柜 有每个礼拜两次会员的实战教学 还有七堂课的云端教室的线上教学 在教大家什么 就是在教大家技术分析当中 你说你不懂 我从基础的道士理论基本功帮你打好 六大门派K线看人心 形态之涨幅 这个波浪能够去知道天命 筹码能够去看懂人心 指标抓到转折 价量能够看到未来 六大门派有什么优点 有什么缺点 怎么去灵活运用 怎么去融会贯通 我都在里面帮大家来做一个教学 那里面更重要的是指数你说 现龙老师怎么去抓到这一些转折 这个部分其实就是融会贯通之后 必学的关键密码 你学会了 你其实也可以像现龙老师这样子 每一个大盘的重要的关键转折 几乎都能够掌握在手中 那这些我要强调一点 我提供我会员朋友 这会员这么多东西 都不是为了要赚会员的钱 其他头顾老师 哇一年收给你这个几万块 十几万二都都有 对不对 有提供这些吗 没有 那现龙老师提供这些 都不是要额外赚会员朋友的钱 我都没有额外再跟会员朋友收一毛钱 我只是希望会员朋友加入我们之后 能够是不但享受到最专业的操盘服务 我也希望每一个会员朋友 我的心愿就是帮助每一个会员朋友 有交易日学会这些东西 你自己也可以掌握指数的关键转折 有一天你都能够成为操盘高手 这个部分跟大家先做个说明 当然接下来行情 我们继续看下去 提醒大家当今天指数 这样盘中中错了270点 那收盘呢 拉高上来跌179点 拉了将近快100点的下影线 很多人说没事嘛 还好嘛 那马上又拉起来 其实我会告诉大家 这反而不好 为什么 因为今天发现一件事情 盘中中错270点 居然毫无恐慌气氛 就是差不多平均所有的股票 都跌那么多 跌下去之后 大家想说好没事了 没有人再去追杀 那这种状况之下 反而不容易出现什么 我说的恐慌急跌过后的 这个波段另外一次上涨 因为根本没有恐慌气氛 就从今天收盘的一个 这个上市公司 跌停的这股票多少 一档而已 跌这个上跪四档而已 甚至还比这个涨停来的少 这代表什么 还很多人跌下来都在继续想着买股票而已 没有恐慌性杀盘 这样的状况反而不容易来真正的见底 而且杀盘无量 拉下影线 这个地方反而会让投资人心存这个侥幸 那接下来就继续观察 观察这个行情 指数的部分 如果说这地方今天这个下影线 有机会反弹 但弹上来 如果都还是一个价跌 亮缩的一个格局 未来可能都还会继续跌 那会跌到哪里去呢 上个礼拜五已经提醒大家了 当元月份大涨460点 报纸都说创下14年来 最棒成绩的时候 再提醒大家一次 元月份行情大涨是好兆头吗 不是啊 后市反而更小心 为什么 我们就看看14年前 15年前台北股市元月行情 也大涨的时候 2003年元月份 台股指数大涨多少 563点 这根月线 这根长红 大涨上去就见到5514高点 那这好事吗 后来是连跌三个月 2月 3月 4月 连跌三个月 跌到4044低点 跌掉多少 从5514跌到4044 跌了1470点不见 跌了租租26% 那再来看到2004年的元月份 那时候暴涨了485点 2月份还在高档 可是接下来 3月份 4月份 5月份 6月份 7月份 连跌5个月 从7135跌到525 连跌5个月 跌了1880点 跌了多少 26% 你有没有发现 每次元月行情大涨之后 后面都是跌26% 那这一次元月份 又大涨了464点 创下了这个近14年来的 这个最棒成绩 会不会又跌16%呢 又跌26%呢 我不敢讲 更不会说这地方 一口气这样跌下去 我只说这个风险 你一定要注意 不排除这种可能性在 所以在这地方 接下来行情 我只能提醒大家 指数现在看似高档震荡 价量筹码对多方 其实已经越来越不利 接下来该是大户出货 针对大户出货 转弱讯号出来的股票 一档一档的 该是空军起飞的时刻了 今天我们上个礼拜 放空的股票 已经都开始大获全胜 接下来又有哪些个股 准备值得来做注意 准备空军来做起飞呢 这个部分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休息一下 第二阶段还有更重要内容 马上再回来 运达头部 祝您新年很快乐 日月很悠悠 他们的股票 欧宫来转散 让您好运透整年 控日278月 控救控救 02 2781 0909 0909 运达头部 后面都在家啦 即日起升装运达头部APP 您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看到明师为您 及时解盘 有机会得到标普讯息 还有产业最新讯息 立刻搜寻运达头部APP 货店02 2781 0909 2781 0909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运达头部 高老师 极品操盘团队 入会专线 02 2781 0909 2781 0909 现时来电入会 让您轻松享有 最专业的操盘服务 大家好 欢迎回到第二阶段的 节目现场 好当台北股市 今天将暴跌200点下来 希望我在前两个礼拜 一再提醒大家要注意风险 有能够去帮助到你 避开这波大盘回挡的一个危机 那接下来行情 我还是提醒大家 当大部分的投股老师 还是跟大家讲 不用怕啦 多投市场 拉回就是找买点的时候 永远在拉回找买点 总有一天碰到一次空头 接下来可能就就此阵亡 尤其在今年的行情 已经从7000多 现荣老师当时带着大家 权力做多上来 足足掌握到两年的多头 过去两年 跟着现荣老师做权力做多的 真的很多人赚到很多钱 那现在呢 如果你当时7000多 没有跟着我权力做多 现在是不是觉得 好可惜啊 永远要记得千金难买 早知道 人生没有后悔要 不想要事后留下后悔的 当下就要下定决心 7000多 现荣老师十年线以下 告诉大家权力做多拼大的 现在涨到11000点 我要跟大家讲 不怕一万 只怕万一啊 对不对 一万点的时候 市场还充满警戒气氛 担心万点魔咒 所以那时候我跟大家讲 股市会这次 站稳上万点一段时间 现在讲到一万一千多点了 大家已经失去戒心了 现荣老师反而很害怕 反而要提醒大家注意风险 尤其今年我说2018 台股面临了五大风险 美国税改对台湾的冲击 苹果供应链砍完单 再来准备砍价 比特币的泡沫即将破灭 金融风暴即将再现 做梦行情已经碰轰过了头 这时候这些风险 你有没有看到 很多正在一个一个印证给大家看 最近的比特币爆价 不就从两万美金 跌到最近剩下八千美金 跌了60%不见 那比特币泡沫不需要等到他说 整个跌到零 如果比特币再跌下去 跌跌跌跌跌跌到什么 跌到那个用去买挖矿机 去买汇图卡来挖矿的那些人 发现我买汇图卡买了挖矿机 然后还要每个月付高额的电费 结果电力的成本 加上挖矿机这些这个设备的折旧摊提 超产值 到时候比这个所谓的成本来的更低的时候 还有人去买挖矿机吗 还有人去买汇图卡吗 不会嘛 对不对 这时候挖矿的泡沫 挖矿的需求都已经即将出现 死亡交叉了 这都是我在最近特别提醒大家的重点 所以说那这地方对台股来讲 现在正在面临一个中期回档危机之下 该怎么去操作 好我不是建议大家去放空指数 我们针对的是大乎在出货 转弱讯号出现的股票 一档一档的给他空军起飞 好就像之前南亚科 有没有股价反弹上来 当他公布了去年EPS 大赚1.4个股本 低润发烧 总经理都说还会在涨的时候 我说不对 我说这地方技术面有大户在出货 转弱讯号出来 K线空头吞噬 大量空头吞噬出现 所以呢 所以那时候市价在83块7到84块附近 融卷放空空军起飞 1月17号空军起飞 对不对 今天已经跌到多少 今天最低已经跌到76块3 空在84块的空个10张 现在已经赚了7万多块了 再来呢 再来包括了经电 对不对 上一趟大盘在11月27号 我们空军起飞 第一档就是经电 那时候消息利多频传 说LED走出谷底 miniLED走景气很好 我说大户出货转弱讯号 所以那时候61块半附近融卷放空 好结果呢 结果这地方61块半杀下来 我们先在赚个7万块左右之后 获利回补赚个一趟 那后来谈上来 谈上来上个前两个礼拜 1月24号 就是指数见到11270的高点隔天 我说发现到外资在点名喊净 喊说经电也是3D感测概念股 喊买的时候 我说不对外资的部分一边喊买 一边在偷卖 K线又是大量空头吞噬 大户出货转弱讯号出来 所以也是一样 空军再度起飞54块多 对不对 融卷放空嘛 对不对 那现在股价杀下来 今天已经跌破五字头 跌到最低48块9了 当时跟着我空个20张 空在54块2的 现在已经赚个多少 10万多块了 再来看到包括了微星 上个礼拜一直提醒大家 比特币挖矿需求即将这地方出现了所谓的死亡交叉 对不对 报价已经在腰斩了 K线已经出现带量空头吞噬 大户在出货转弱讯号出来了 上个礼拜我把它盖起来 我再提示你 对不对 上个礼拜其实我们就在97块到97块半附近 融卷放空 结果呢 结果现在已经跌到多少 今天最低跌到86块6了 空个10张的上个礼拜都还有97块半可以空 今天已经赚个10万块多了 你有没有发现当大盘在下杀的时候 我们的空军正在一档一档大获全胜 接下来还有 接下来提醒大家指数的部分 正在这地方 中期回档即将来临 大盘目前的下杀却没有恐慌气氛 告诉我们指数低点还没有到 反弹上来随时还是有空军准备要来做起飞 针对的就是我所说的 有大户在出货 有转弱讯号出来的股票 一档一档空军起飞之中 包括被动元件之前国具 对不对 也是一样400块大户出货 转弱讯号 融卷放空 上个礼拜五2月2号 还有400块可以空 今天也大跌了15块 跳空重挫 最低跌到382了 再来还有一档被动元件 大户也在出货 从转弱讯号出来 如果说投资马想把握的话 永远记得赚钱的机会 只留给做好准备的人 想把握的都欢迎大家 指名加入县龙老师 极品操盘团队 现在加入 记得我们会员专区里头 有会员专属的技术分析教学 用意就在希望 每一个会员朋友 学会这些东西 有朝一日都能够成为操盘高手 想深入了解的 想加入县龙老师 极品操盘团队的 休息时间都欢迎 跟我们的服务人员来做联络 指名加入我们的极品操盘团队 一起来征服股海 共创双赢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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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